在国际的舞台上 展现了中国女军人的形象 真的觉得是很雄狂 让我觉得是家伙 铿锵玫瑰追逐新梦想 让我们中国女性的脚步 留在浩瀚的太空当中 在生物防控的战场上 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 能把你作为妈妈叫一声 多好 军女人生为您亲情奉献 金国之花别样红 我叫王雪梅 吉林农安人 1967年出生 1989年入伍 现在是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学院 制导教员史教授 1989年 我从地方大学毕业后 就被分配到了 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穿上了军装 从此和导弹 集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常人来说 导弹也许只是钢铁巨龙 但我相信 它是有感情的 想要供着导弹 那就必须先爱上它 20多年来 我越来越深爱它了 三尺讲台 一本教案 我与学生为伴 体味着共同成长的快乐和辛苦 也品尝着身为老师特有的自豪和幸福 广阔戈壁 漫漫黄沙 位于导弹为伍 先后六次 以总工程师身份走上高原 参与了三种型号导弹的测试和发射 成功将十多枚导弹送上了蓝天 作为一名教员 我信奉苏格拉底的那种平面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名学员 都热爱导弹实业 经研专业技术 练就打仗本领 通过刻苦努力 成为共和国合格的长剑人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带您走进火箭军 认识一位为数不多的女导弹专家 王雪梅作为国家重点学科 青年学术带头人 研究生导师 二十多年来 她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 培育出了一批执掌大国常见的军人 然而王雪梅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位女强人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2018年9月中旬 王雪梅在戈壁大漠执行任务时的视频 有黑的面容 娇小的身影 在一众男性中 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每一次高原之行 王雪梅都印象深刻 在她的办公室中 留存着一首诗词 描写了当地的环境 穆寒冰 游未消 乌烤炉至那熬 一日四季随身过 立冰莫马 不旅忙 到那边我们都是住在帐篷里的 白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五十多度 晚上的时候是在零下十度左右 温差接近六十度 尽管条件十分恶劣 但王雪梅还是多次走上高原 执行实弹发射任务 一路走来 对于她这种拼命三娘的劲头 扑扑李瑞珍既是见证者 又是推动者 这么工作都不至于犯风筝 我说你都要注意 克服那小困难 一向我都能给她预测到 我说肯定会有人 接受你个女孩子来干这个 会有人看不起你 我说你尽管大胆地干 能干啥呀 干啥呀 你尽管努力 把你的力量都使出来 也正是在婆婆的鼓励下 王雪梅接受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1989年本科毕业后 王雪梅被分配到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六年后已经是一位母亲的她 利用五个月的复习时间 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 王雪梅的爱人王卫东在北京工作 两人长期处于两地分居 她也挺辛苦的 我也挺幸福的 她上眼又生这一段什么 孩子都不需要她 我都没叫她当她 说是二十分什么的 我真的叫她当她 我的姑娘 当我的女儿 在看她 我就说 都当她 我叫她未来叫她学习 就当她 也在这边院的 所以有一间房子 我说 每次你下班来了 除了吃过饭 你都在这儿学习 为了支持王雪梅的工作 婆婆提前退休 和老伴一起承担起 照顾孙女的工作 与此同时 王雪梅要在五个月的时间里 承担起给学生上课的重任 完成从学员到教员的转变 就是出了必要的睡觉时间 甚至有的时候是通宵去学 小孩也不管了 全交给婆婆来带 那个时候 婆婆经常就是 过一段时间 带着孩子 隔两天 带着孩子 过来给我送哪儿饭 那个时候经常开玩笑 说的 带着孩子过来探奸一样的 五个月后 王雪梅自信满满地 站在了世讲台上 可是当准备的讲稿 翻到最后一页时 时间才过了25分钟 情急之下 她只能把第二节课的内容 拿来充数 然后后来那个 庙教授问了我的第一句话 他说小王啊 你累不累 当时 我就有点懵 我说 你是有点累 他说的 我都担心你那口气 没上来背过去 他说你确实是在背课 背不是准备的背 是背诵的背 也就是这次试讲 让王雪梅明白 背课不仅仅是内容的一种准备 更是一种上课方法的精心设计 此后王雪梅不断创新 授课新模式 提高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 导弹实际上是有感情的 为什么说导弹有感情 在我们学习 这个导弹控制系统原理 包括在我们学习装备知识的时候 都要把它就像谈恋爱一样 把它看作你最挚爱的朋友 然后用心地去体会它 体会它 然后用心地去 比起课堂上的授课方式 王雪梅更喜欢把学生带到实验室 或者导弹操作库房 更直观地进行教训 他经常讲到它那些 实弹发射的那些例子的时候 就能让你更加就是那个 直观地感受到那些专业的重要性 二十一事解除 为了实现有装备能打仗 无装备能训练的目的 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承担起模拟训练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工作 这个装备一旦出现了 或者还没有定型裂装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它模拟训练装备 训练的器材就要生产出来 研制出来 而且要快速 快的话就意味着时间就很短 那段时间 王雪梅就如同是上紧了发条的时钟 一刻也停不下来 很多课题 那么只有是在学生不上课的时候 他才能钻下心来可能在做这些 因为忙于工作 那段时间里 女儿基本上住在爷爷奶奶家中 虽然离公婆家很近 但这张合影却是当时母女二人 为数不都的亲密时刻 当时抱完了以后 她亲了一口 妈妈你好久没有这么抱过 她说刚才我都哭了 我当时没有感觉 但是她的眼睛确实是泪光盈盈的 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 觉得还是挺亏钱的 经过近八个月的苦战攻关 王雪梅和团队 研制了一系列的训练装备 开创了模拟训练装备 先于时装配备部队的先河 有力地促进了新型号 作战能力的快速行程 只要部队有新装备 不需要我们安排 它都会积极主动地 去进行跟踪 掌握了解 把部队最新的状态 装备最新的状态 掌握了解以后 回来反馈 反馈到教授当中 之后王雪梅 取得了数十项科研成功 可对于王雪梅说 荣誉只是对过往的一种见证 如何提高学员们的实战能力 又成了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叫王雪梅 吉林农安人 1967年出生 1989年入伍 现在是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学院 制导教员史教授 作为一名教员 我信奉苏格拉底的那种平面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每名学员 都热爱导弹实业 精研专业技术 练就打仗本领 通过刻苦努力 成为共和国合格的掌舰人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王雪梅 爱将梦想送上蓝天 2015年为了更方便照顾彼此的生活 王雪梅和公公婆婆把房子 买在了移动楼里 他们亲密的关系 也渐渐成为了全院的楷模和典范 只要公公婆婆在 王雪梅就能放心大胆地去执行任务 可没过多久 这样的梅满却突然被打破了 每一次上高原执行任务 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 王雪梅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免除王雪梅的后顾之忧 她的公公和婆婆 便承担起家中的大小事宜 每一次远行和凯旋 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 为儿媳加油打气 2016年1月 王雪梅第六次参加某星导弹发射任务 然而就在任务筹备期间 公公却突发重病住院 不久便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当时确实是 这家里这么大的事情 我就告诉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回来 那真是相拥而起 都哭 全部都哭 王伟东和哥哥一家都在北京工作 不能时刻守在父亲身边 那段时间 王雪梅变成了家里的主心姑 一面是紧张程度 不断升级的筹备工作 一面是生病住院的公公 王雪梅只有不停地来回奔波 我公公的时候就爱吃我炖的鸡蛋羹 因为那时候就在家炖的鸡蛋羹 才能愣愣的 所以我就每天中午都做好鸡蛋羹 给他送过去 家人尽心的照料 并没有阻挡住病魔的脚步 2016年4月底 王雪梅的公公离开了人世 为了不耽误工作 王雪梅仅仅休了三天假 处理家事 随后她便带着悲痛 走上了高远 她走的时候 她说她说 妈我病给都 都是家里在儿 她说 但是我不去吧 又不行 我说你警官走吧 我说还是以事业为主 是吧 我这困难 我都能够 我都能够 靠谱 婆婆的坚强 亦让王雪梅充满了力量 作为尸弹发射的总工程师 王雪梅需要指导各专业 制定训练计划 还要对学员的训练 进行跟踪指导 由于连续的超负荷工作 在尸弹发射前几天 王雪梅出现了头晕 呕吐的症状 他跟我们说 他说他总结的就是 他出现那种情况 吐一吐 把胃里面吐空 他就觉得会舒服一些 然后当时我们还怯上说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就是由我们在那盯着 但他又 作为总师 他又不是很放心 他还在那硬撑着 就直到最终测试完 那几天王雪梅 只能利用傍晚的时间 打点滴 为了能够快一点 回到技术阵地 他还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就是经常把那个吊瓶 挂在柜最高处 人坐拿个小稳当 尽量把胳膊放低 提高它的 打开打 反而打到最大 快速的打 因为它时间不等你 与以往实弹发射不同的是 在这次发射中 火箭军工程大学 首次使用了自己的发射车 2016年6月11日 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 就在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 操作号手传来的一个消息 让所有人如坠冰远 发射车出现故障 导致发射台 无法回收 我们只有唯一的一台发射车 这个故障排除不了 我们后续的任务 就执行不了 就完成不了 所以当时压力很大 一级一级排 最后是定位到两个 就是对车控的两个电力电器上 松动 松了 松了是吧 历时一个半小时后 王雪梅终于将故障顺利排除 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她 再也坚持不住了 两天的时间 她可能就睡了三四个小时 这样在这种压力非常大又非常疲惫的情况下 排除完故障 那么我们库房那个装备旁边 就有我们看护装备的这个新军床 确实当时躺上去就睡着了 第二天的发射如期进行 王雪梅如往常一样 拍着拍即将飞行的导弹 带着我们全部的梦想 带着我们全部的希望 稳稳的 准准的背 在她眼中 这不是冷冰冰的钢铁巨龙 而是承载着无数人期待和情感的孩子 每一次发射都是一次特别的送信 六 十八 十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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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漂亮 快快快 快快 再见 再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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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 发现了 动 加油 一凝一圈了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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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当凯旋的列车停靠在大学里的站台 和往常一样 八十岁的婆婆早已等待多时 千言万语都融进了这一个深深的拥抱里 没回忆导弹回来了 回来我也接他了 都是 我把他脸捧到 看他脸晒得 黑命黑命啊 脸又黑又烧 我都是把脸捧到他 给我头澄清 一会儿眼里啪啪啪啪啪啪 没回忆来都眼里啪啪啪的掉 都吃了那么大苦 入伍二十九年 王雪梅先后六次担任三种型号导弹发射的技术总工程师 亲手把十六枚导弹送上蓝天 2018年九月 他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 这是我历年来 就是教的本科毕业学生和我的研究生送给我的小礼物 应该这里头凝练着很多情感在里 去年我的毕业设计所有的学生 也叫407Family 因为我们那个实验室在407 所有的学生给我做的 就是让我永远感觉到温暖 一个靠枕一本画册 如今王雪梅享受着这份职业 带给自己的点滴幸福 而她教过的三千余名学生 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 大部分成为了火箭军部队的中坚力量 二十九年的军旅生活 家是王雪梅的大后方 也是她力量的加油站 因为家人的爱 王雪梅才会在这片特殊的阵地上 甩开膀子她 因为对事业与学生的爱 她才会不断辗转在戈壁荒漠间 点燃着下一个梦想 爱会将梦想点燃 并把她送上半天 现在王雪梅正在北京参加中国妇女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 她又将奔赴高原 执行某型导弹试验发射任务 大漠戈壁 漫天黄沙 王雪梅是乐此不疲 对于她来说 所有的辛苦 在任务圆满完成时 都会转换成欢呼与自豪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